台北市本土语文第一年级 公播影片教学简报 客家语 海陆江 教学年级 一年级 尹燕胜 课文名称 写字和画图 夏思 落法突 教学活动 巨型教学 版本 康宣版 仪仪册 第二课 设计者 张于奇 教学者 张于奇 教材图片出处 康宣出版社 学习目标 一 能正确认读语词 二 能运用语词 说出句型 准备活动 小朋友请你准备课本 笔 字和语词 小朋友强一准备 口文 笔 字 逆词 课本 课本 口文 笔 字 逆语词 语词 逆词 课是用语 小朋友强一准备词 台目标 看信赏 信赏 公语语语 语 贪语语语 语语语 讲来了 小朋友一定都记得很清楚了 小朋友强一准备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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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小朋友,你们应该都很熟练咯 主要活动 语词复习 这是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学会的语词 小朋友,你回家有练习吗? 有没有拍手念课文给家人听 有没有利用我们的语词 用客家语念给家人听呢? 很棒哦 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次 普恩 布子 橙子 橡皮擦 彩色笔 彩色笔 法图纸 图画纸 烟笔 铅笔 铅笔 插 尺 告试 浇水 剪斗 剪刀 每一位小朋友都有大声的跟着一起念 表示你们都有认真的复习 很棒 短语教学 我们看一下课本的这个图片 这两个小朋友正在做什么啊? 好像在找什么 看什么耶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在说什么吗? 听一口 说说看 现在你先听CD 你可以听一听以后 我们来练习一次 你还改树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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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法图纸 哦 原来是小朋友 在问另外一个小朋友 你的树包里面有什么? 那小朋友就说啦 我的树包里面有图画纸 哇 你看看他的树包里面有什么工具啊 有这么多的文具耶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一次 你还改树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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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法图纸 现在老师再来说一句 你可以接着后面不一样的语词 一起来练习哦 你还改树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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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你们都能跟着老师一起念 真的太厉害了 非常好 接下来,老师要请你们听一听CD 听完了以后,试试看,把它们连起来 要认真的听哦 现在,我们来一句一句地看 阿听在做什么? 阿枪在做什么? 阿N在做什么? 阿Z在做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阿听用人笔下死 阿听用人笔下死 阿枪用剪刀剪辑 阿枪用剪刀剪辑 阿N用彩色笔法图 阿G用彩色笔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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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你们都连对了吗? 我们再来填一次 阿婷用人比较死 你连到了吗 阿婷是用什么东西正在写字啊 用铅笔在写字 所以他要连到哪一个 啊 非常好 连到有纸张跟铅笔的那一个 我们再来念一次哦 阿婷用人比较死 那么阿婷呢 他正在做什么 他用剪刀在剪纸 所以 有没有看见一把剪刀 还有几张有颜色的纸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阿婷用剪斗剪纸 很好哦 小朋友都能跟着一起念 那么第三位小朋友 阿恩 他在做什么 你有没有看见 他的手上有什么 哦 看起来好像在画图耶 没有错 我们来练习一次 阿恩用彩色笔法图 哇 那他应该要连到哪一个呢 有没有看见彩色笔 和已经画好图的图画纸 是的 阿恩就要连到这个地方 哇 那剩下还有一位 阿姬 在做什么 他的手拿着什么东西啊 看起来好认真哦 嗯 作业布 上面还有一个 橡皮擦 我们说 存了 嗯 阿姬用存了 老是存了 嗯 阿姬用橡皮擦 把字擦掉 可能是写错了 需要再修正一下 好 现在我们再来把这四个句子 一起来复习一次 阿姬用技巧 阿姬用钱包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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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N用彩色笔法凸 阿G用彩色笔法凸 阿G用彩色笔法凸 小朋友你们都连对了 100分耶太棒了 很厉害哦 接下来 老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 通梁阿 什么是通梁阿 就是猜谜的意思 现在老师要请小朋友认真的听 我们来猜一猜 这个梁阿是在猜什么 不信上来冲冲 老师再念一次 你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念哦 我们一边念一边来解释 不信上来冲冲 身体长得长长的 做点发发给散服 穿着滑滑的衣裤 不信上来冲冲 嘴巴静静的 会说话 越用越短 越用越短 没有看到他变长 他越用越短了 穿一种文具 猜一种文具 嗯 会是什么呢 小朋友看到了我们的图片 有没有发现 我们要猜的文具是哪一种啊 哎 已经有小朋友猜到了 好 现在我们先不说 我们让还没有猜到小朋友 再跟着大家一起来念一次 想一想 是不是也能够想到正确的答案 然后我们 dijo 我想想 想一想 有哪一个文具啊 他长的长长的 身上穿着花花的衣裤 嘴巴尖尖的会说话哦 可是啊 它越用会越短 有小朋友已经猜到了 请你用客家语跟老师说 答对了 东京 就是铅笔的意思 我们来比对一下 无信上来重重 铅笔是不是长长的 周登发发改散府 每一个人的铅笔 外面都包着不一样的包装 颜色非常的丰富 嘴渐渐没讲话 它不是真的讲话 它的嘴巴尖尖就是它的笔头 那个讲话 说话 就是指可以写出字来 所以它才会说它 所以渐渐渐 外公外 越用越短 越用越短 我们只要削铅笔 铅笔就会变短 我们用了 以后头不尖了 我们又要再去削 所以它会越用越短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 燃笔 小朋友都很棒哦 接下来 老师要请小朋友 试着跟家人练习说说看 我们今天学到的句子 如果可以的话 老师希望你们回去 可以试着用客家语 和家人一起来练习说哦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小朋友 掌来聊 掌来聊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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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